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安琪老师 那么在今天这个清风菜 家常菜清风做这个单元里面呢 给您做的是一道 非常下酒的这个一道小菜 那这一道小菜呢 我们是拿丁香鱼来做主角 那么丁香鱼呢 大家晓得它是非常好的一种鱼种 因为吃了它的话呢 就等于吃了全部鱼的钙质 所以我们常常在里面 骨盖的话呢 这个丁香鱼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那这丁香鱼不要买到太大的 那我们通常买的要小一点的 那么因为它晒得很干 那你可以摸一摸 然后闻一闻 它有没有一个新的味道 它有微微的新味是应该的 因为它是这个海鱼嘛 然后呢我们把它稍微晒干了之后 买在市场上买的时候呢 就不要发黏 然后我们就用水稍微给它泡一下 因为丁香鱼它本身是干的 那你如果不泡 直接去炒去炸的时候呢 它会太梗 就是我们北方人说梗 就是很死硬 遥不克 不疏松的感觉 所以我们大概泡水泡个三分钟 然后呢把这水给它毙掉 那这个时候呢鱼吸收了水分 稍微有一点点膨胀 那么它还不是到软烂的地步 不要泡太久 太久的话这个鱼 整个给你泡烂开来就不好吃了 所以我们要稍微的 大概就是三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三分钟待会儿把这个水毙掉 那么这边呢我们另外一个搭配的呢 就是刚刚讲下酒非常好的一个花生米 那今天我买的是油炸的 现成的油炸花生米 那这边呢我们要准备一些新香料 这新香料里面我们放这个大蒜片 好 好 大蒜片 那另外就是红绿辣椒 这个辣椒里面呢我挑的是这个翡翠椒 糯米椒 在这个市场上 这个糯米椒比翡翠椒的价钱便宜很多 翡翠椒就是我们通常拿来塞这个 辣椒塞肉的那种翡翠绿的那种浅绿的 那么这种叫做糯米椒 它本身这样皱皱的 这种辣椒它是非常的脆非常好吃 同时它含有这个维他命C非常多 但是呢它本身一点都不辣 所以我常常喜欢拿这个糯米椒来搭配在菜里面 因为它吃起来嫩嫩的口感非常好 但是它又不是辣的 你如果喜欢吃辣的话呢 你可以买那种绿颜色 跟这个红辣椒是同一品种 是光滑面的这种辣椒 那么这个辣椒绿颜色的 它本身就带点绿 不过今年很奇怪 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天气热的关系 今年的这个红辣椒特别的辣 以前我们常常看不起 说小辣椒才辣 大辣椒都不辣 就今年的很多的大辣椒 我在做菜的时候发现 今年可能是水分少还是为什么 今年的这个红辣椒跟小辣椒 有的够呛 都有的比美了 好 那这两种辣椒 然后另外呢 我们准备一点蒜酥 这也是起锅的时候 增加它香气的 把葱也切一下 葱切长段就可以了 我们把切成葱段 好 那这边我们就把我们的鱼捞出来 这个丁香小鱼在家里面 有的时候餐厅里面他们做因为量大 可能就用很多油来炸 但是我们在家里面的话 不需要太多油来炸 因为这个鱼炸过了之后呢 它这个油里头就会有一股鱼的腥味 那这些油就爆销了 所以通常我都是用比较少量 可能就是三四汤匙的油在锅里面 慢慢地煸炒 那这边呢我们用纸巾 把这个鱼稍微擦干一点 好 那这个因为我们泡了 所以它有水分 我们下锅的时候呢 用的油不是很多 大概就四五汤匙的油 所以这个油呢 稍微烧得热一点 油稍烧得热一点 好 好的 这个也是一样 像很多我就常常在讲 我们炒菜很多道理都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是要把它边香 首先是边除它的水分 所以我们不必一直去翻炒它 我们只要让这个油 在它这个中间这样子走流动 或者是油再多一点 你用五汤匙的油也可以 油多一点 稍微快一点 这样子慢慢地 我们就利用油的热气 把这个鱼的水分给它炸干 好 那等炸到差不多 有个两三分钟 两三分钟 这个鱼的这个感觉 你这样拨弄它的时候 它会比较有脆度 那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翻炒它 因为那个时候鱼的水分已经变少了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像炒菜一样给它翻炒一下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类似炸 但是油不是很多的这个煎 我们把它煎 煎香 煎脆 那像在这个一般外面 喜欢做这个豆丝辣椒蒸鱼 豆丝辣椒炒这个豆腐干 或者是炒这个豆丝辣椒炒这个小鱼 那么都是很类似的做法 那么也是配了很多辣椒 这个小鱼好像是很下饭的一个食材 就常常在这个吃面的面店里头 可以看到一些小菜 就常常有的时候是拿这个豆干 然后搭配就是等于拿豆干取代我今天的这个花生米 豆干小鱼炒这个双色的椒也有 就是它在这个小吃的店里头呢 其实它也是点这个点 不是点月率 这个贩售率蛮高的一个菜 那慢慢的你看这个小鱼的颜色现在变得比较深了 就是它已经炸上色了 那这个鱼呢 现在它是热的 所以你拿一个起来吃吃看 看它脆不脆是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它是热的 就跟我们炸花生米炸坚果类似一样的 它热的时候呢 它是不会脆的 你一定要等它放凉了之后 它才会有脆脆的口感 所以我们只能看颜色 你知道看它这个颜色 现在都变成这样焦黄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差不多我们可以盛起来了 我们这边拿一个这个 这个漏勺把它稍微油瀝干一点 感觉上你也可以稍微感觉到出来 它现在有一点 比刚刚湿的时候已经有一点脆了 好 那看到它黄了 我们就要捞出来 不然的话它就跟这个红葱酥一样 它很快就会变焦有苦味道了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油就不能要 我们把油给它擦干 把它倒掉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另外起油锅 我们放大概两汤匙的油 好 我们把这个 我们的辛香料 就是我们的大蒜跟我们的葱段 给它爆一下 好 大蒜先爆一下 让大蒜有一点香气出来 葱比较容易焦 所以我们葱稍微晚一点放 让大蒜先有一点焦黄 有点蒜香 然后我们就来下这个葱段 好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来放我们的这个 红绿辣椒 好 也炒一下 好 那这个 这个时候小鱼它就会有点脆了 你先拿起来吃吃看 然后把小鱼放下来 然后这时候我们来淋一点米酒 淋盐的锅边 我们等于给它一点水气 好 来 一点点的这个酱油 给它一点酱香 好 大概有个一汤匙的酱油 然后我们来一点糖 来 大概一茶匙的糖 好 这时候就可以关火 关火了之后我们家的这个是蒜酥 蒜酥在超市我们也可以买得到 它跟红葱酥的香气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喜欢红葱酥 你也可以放红葱酥不放蒜酥 好 我们等于它在这个热锅 已经关火了 我们在热锅里头给它稍微兜一下 好 我们今天这是一盘小炒的菜 就亮多了 我们变成一盘大炒的菜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冰箱鱼的一种吃法 这个是我们的冰箱鱼的冰箱鱼